喂喂喂 王的女人 谁感动 作者 蔫花惹笑 播讲 一刀苏苏 一种侃侃 后期 千雪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哦 第八百四十四集 清晨 当第一缕晨光 透过茂密的树枝 洒在林子里的时候 一声尖叫 打破了林子中的宁静 乔木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正趴在某男的怀里 他的一只手 甚至从男子被扯开的衣领 探进他的心门处 凤江被吵醒 双眸有几分惺忪的 看着依旧趴在自己身上的女子 字幕相对 两人都有些反应不过来 帐篷外 凤九儿和剑衣互视一眼 一同来到乔木休息的帐篷外 凤九儿并不知道里面除了乔木 还有一个凤江 直接掀开帘子 没入身子 感受到有人进来 凤江和乔木一同转移目光 往外看 看着两人这般姿势 凤九儿倾咳了声 若无其事地转身离开 很快 帘子一起一落 凤九儿再次出现在帐篷外 九儿 乔木怎么了 剑衣轻声问道 林子中依旧藏了许多毒物 剑衣是担心有毒物进了乔木的地方 将它咬上 没事 好得很了 凤九儿含笑道 好好的 他为何要叫啊 剑衣浓眉一簇 转身往回 剑衣的抱怨 里面的人是听见了 乔木皱了皱眉 低头看着身下之人 抡起拳头 慢着 凤江猛地反应过来 想要做起 你不觉得吃亏的人是我吗 这拳头虽不大 但急剧的内力不少 他一拳下来 凤江不怀疑自己好好的容貌就这般被毁了 你吃亏 乔木紧皱眸心 垂眸看了看两人的姿势 立即从他身上滑下来 轻咳了声 他视线一转 再次看着凤江的脸 凤江一顺不顺地看着他 很认真 又有几分畏惧地看着他 僵硬的身躯轻轻点了点头 难道不是吗 话音刚落 他人已经和乔木面对面坐起来 看着眼前女子衣衫整齐 在低头看着自己的情况 他狠狠地松了一口气 很明显 被欺负之人是我 不过本皇子大人不计小人过 原谅你了 丢下一句话 凤江立即站起 如剑一般地往外迈步而去 再不走 他担心自己有性命之危 早知道会发生这种情况 昨夜听见他的喊声 他就应该不要理会 刚才才听见乔木的尖叫声从帐篷里传出 这回大家都眼睁睁地看着凤江有几分急促地出现在帐篷外 看凤江这模样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身后有什么毒蛇猛兽在追赶 围在一起正用膳或是修养的兄弟 看着凤江 先是微愣一下 紧接着一脸愉悦地笑出声音 环顾四周一眼 感觉到胸口处还有点凉的凤江 立即低头整理衣裳 他没有解释任何一句 轻咳了声 若无其事地往外走去 凤九儿闽唇含笑 举步跟了上去 上哪儿去啊 一刻钟之后便要启程 你不让乔木也出来吃点儿 看着三皇兄这模样 凤九儿忍不住要去逗逗他 想不到乔木这家伙 表现不错嘛 我去方便一下 凤江的话让凤九儿不好再追上去 在他回头之际 帐篷里的另一个人也掀开帘子走了出来 乔木有点抱怨地扫了凤九儿一眼 来到一处停下脚步 接过兄弟递过来的包子 一整顿早膳 乔木都黑着一张脸 不说是其他兄弟 就连凤九儿他不敢多说什么 一刻钟之后 队伍整装待发 受伤的兄弟骑在马背上 乔木也一样 其他人徒步继续往前 抄了近路 不一会儿 总算是离开了这个不知葬送多少生命的林子 离开林子后 大家坐上了早就准备好的马匹上 快速地往黑潭而去 马不停蹄地往前赶了一昼夜的路 队伍进来了一片广阔的草原 经过骑行怪状的石林 穿过如同死狱般的林子 走过路不成路的山间 突然迎来了一个如同世外桃源之地 凤九儿和乔木驾马继续前行了半里路 看着一望无际的草原 脸上不自觉 扬起愉悦的微笑 没想到 凤族还有这般景色美好的地方 乔木眺望不远处的小山丘感慨道 看着哪怕是在深秋 还郁郁葱葱的植被 凤九儿张开双臂 狠狠地吸了几口新鲜空气 凤族本来就很美 只是你没有机会好好欣赏而已 凤九儿并没有夸大 他一直都觉得凤族很美 比北牧国美多了 可惜这一次来得不及时 他并没有机会好好游玩一番 公子 继续往前大概一百里路 便是黑潭了 一个被捕的男子骑马来到凤江跟前 指着一方说道 坐在马背上的赵玉生拿着地图靠近 按照路线看 具体的位置我大概知道在哪儿 是这个方向吗 凤江看着远处问道 黑地边沿 有很宽的地方都是黑潭 被捕男子说的只是一处 有一些偏差 但是大致方向没错 赵玉生点点头道 凤江汉手 视线落到被捕的几名男子身上 赵玉生也不打搅 转身往湛青城而去 凤九儿和乔木并没有理会身后的事情 而是来到了一处小溪下了马 拿出银针 俯身在溪水旁探了探 凤九儿侧头含笑地看着乔木 如何 乔木轻声问 嗯 水质不错 凤九儿挑了挑眉 嘴角微微上扬 你只要告诉我 是否能饮用便可 乔木挽起衣袖 显拟着身旁的人 凤九儿在乔木的眼中就是鬼灵精 很多时候他当真是听不明白凤九儿的话 不过他从来也不会去计较 不明白 问清楚便好 眼看凤九儿汗手 他立即在腰间解开水囊 放在吸水中 咕噜咕噜一会儿 水囊便满了 乔木坐在小溪旁 悠闲自在地品用吸水 凤九儿也解开自己的水囊 倒满一水囊 美美地喝上几口 拾起衣袖 擦了擦嘴角上的水渍 她再俯身 往水囊里灌水 穆姆和剑衣骑马靠近的时候 乔木依旧坐在溪边歇息 凤九儿还俯身在小溪旁 看着这娇小的背影 剑衣一跃下了马 随手将绑在马背上的水囊带走 很快 她便来到了凤九儿身旁 挽起衣袖 半蹲了下来 嗨 亲爱的苏唐们 我是一刀苏苏 2019主播榜单就要出炉啦 在27号之前 每天都可以抽卡投票 也感谢大家支持我 为我投出的每一票 爱你哦